吴奇隆被保镖按在地上,导演大喊放开那是一人。 这次最新一期的元气满满的哥哥游戏也特别有意思。 首轮游戏十人瓶子让瓶子在空中转一圈后站立。 这一轮陈学东以一敌武获得優胜,使弟弟对对抽取了勇士卡。 不得不说陈学东的运气绝了。 吴奇隆穿成这样混在人群中根本就没有人能认出他来。 在迷雾和人群的演示下,吴奇隆开始攻击弟弟对。 接连攻击了两个人都没有成功。 在最后攻击洋洋的时候,因为吴奇隆的攻击太猛, 被人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粉丝。 然后五六个保安就合力把吴奇隆给按在了地上。 而吴奇隆这时候也没有放弃攻击,还在找按钮。 直到现场导演大喊这是一人,一人,现场才平静下来。 对于这些正义,吴奇隆本人在做出了回应。 说完捉迷藏游戏就像是成长的过程一样, 难免会有磕磕碰碰的小插曲。 但是重点是过程你努力吗?开心吗? 我知道大家担心我的身体。 请放心,我很开心,我是元气满满的哥哥。